各位,很高興見到華記終於昨天放了一條影片 親自向大家報平安 也都講解了他為何暫時要被困新加坡 他本身在新加坡行動自由,但不可以離境 我們明白了,衷心希望華記可以早日去他自己上去的地方 這就給我們兩個教訓 第一,香港暴徒和恐怖分子用非常髒的手法 向正義人士禁聲 大家知道華記本身的影片全部沒有廣告 他完全出於自己熱愛香港 想為香港人正義發力聲 所以他就做這些頻道 如果我們留意到華記本身都很忙 他奔波於香港和日本之間 也都可以隨時為香港人發聲 其實這個香港人應該知道 所以他有很多粉絲 但亦都因為粉絲被人有一個可乘之機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這些正義的聲音 就要小心 因為這些香港暴徒真的無所不用其極 想用盡所有方法 將和他們相反的意見全部滅殺 這完全違背了什麼叫自由 他經常說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當然應該包括不同的聲音 可以自由這樣說 但現在很明顯他們不能接受 所以如果這些朋友仍然說 他們是為香港廢話 如果是為香港的話 怎麼會騙殺香港人的自由 現在香港人出遊沒有自由 想搭交通工具 亦都因為他們破壞又沒有自由 想出去喝茶 又因為怕他們晚上到處搞事 亦都沒有自由 他們不是為香港 而是在扼殺香港人的自由 好了 這是第一個教訓 教訓就是我們知道 這班暴徒真真正正的目的 就是破壞香港 第二個教訓就是 跟我們這些講正義的人士有關 就是我們現在要開始留意著 那些暴徒 因為其實在年燈上 早幾兩個月 暴徒已經針對華記了 所以有很多華記的假頻道出現 就是想用一些其他雜聲 掩蓋華記的正能量聲音 搞很多類似華記的假頻道出現 第一 第二 它就會發動他們那些人 就向Youtube 或知而取雷 就拼命投訴 就希望滅你的頻道 這也是他們暴徒的手法之一 所以我們現在這些 有正義感的KOL 就應該開始 看清楚這個事實 就要保護好自己 就不要被他們侮辱到 或者陷害到 方法是什麼呢 方法就是 我們發聲的時候 記住自己的頻道 大家如果看到一些類似的頻道 就像我這些 我比較容易 我出過樣子的 所以大家看不到我說話 那就是假的了 我就 就算以後 我是不需要出樣子 我都會放我的頭在說話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是真的我說 不是別人說 這個就是 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我們要看著那些 黃絲港獨 那些通訊網站 要留意一下 我都不理他們 那些廢話多 沒有興趣看 但現在我想 這個教訓 我們都要看一看 要知道他們 到底有沒有計劃 陷害我們 不要讓他們 得到機會 也都 衷心希望 因為華記可以早日 脫離這個困局 但是呢 經一時 漲一時 我們通過華記 這個事 就學會 應該知道 那些人 其實真的想禁聲 因為想禁聲 所以我們更加要 強力地發聲 幫香港人 說一些公道話 這個 我們希望 團結多些 真是有心為香港 愛護香港 為香港的 真是愛香港的人 去出聲 那麼 希望 一樣 華記 早日 回香港 或者去日本 祝你好運 那我們就會 留心著你 知道你安全 其實我們很開心 拜拜 拜拜